河南一老农家里收藏着祖上传下来600年前朱元璋的一幅画像 文讯赶来的专家看到后异常兴奋 立马劝说老人上交国家我们替你无偿保管 注意看这幅画像就是600年前朱元璋的样貌 纸面虽有褪色和多处皱褶 但大致还可以看清朱元璋的容貌 他身着龙袍留着长长的胡须 最重要的是他脸部较为圆润 虽然称不上帅气但也绝对不丑 随后老人也拿出了家里的祖谱让专家观看 通过研究发现祖谱上清晰记载了他们的祖上是朱长氏 也就是是朱元璋的第九个孙子 而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是朱长氏的后代 他们在当年明朝灭亡后 从北京一路潜逃到河南隐兴来敏感 王姓最终安定下来 如今为了寻根问祖他们也见了宗命 让整个村子的人团结起来 平时我们从影视剧中了解到朱元璋长相像时 脸颊又长又窄眼睛很深 耳朵大脸上有麻子点 五官不规则相貌丑陋 其实这都是历史上清朝为了抹黑明朝 一些人为了取悦皇帝 故意把朱元璋的样子丑陋化 我们从几张民间流传广泛的画像说起 注意看这幅画朱元璋帽子中的白色帽子 它是清朝才有的服饰特征 明朝的帽子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还有几张画像朱元璋帽子拥有同样的特征 而这种画像竟然给朱元璋 带了一笔唐朝时期的帽子 还有这张服饰的领口是广自领 而明朝时期的服饰是圆口领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朱元璋的画像 身材微胖一副帝王之像 而这和老农收藏的这幅画极其的相似 专家特意鉴定过后 发现它并非赝品确实有数百年的历史 最终专家们多次劝说后 老人还是将它无偿上交给了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